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七节 在这节当中我们要讲一些非常实质性的东西了 就是整个网站,它的文章,它的结构,还有整个网站的架构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就是我会拿一个现成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说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我这个提纲上的这个四点我们先把它讲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结合实例啊,去去看一些东西 好,就是说整个你你文章外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说了 对不对,我们在在说这个英文se的时候 第二章的时候一整节我们都在就在就在就在说那个外包这个事情 好,接下来就是外贸里面又又说了啊 这个clickbank里面又说了 对,就是说一以贯之实际上任何的一种方式啊 它的优化,它的优化方式都是差不多的啊 一定要遵循一般的战内优化,战内优化的一些原则对 比如说关键词,关键词应该出现在哪里啊 出现什么样的关键词啊 这些一般的战内优化都要都要遵循的 它就是说每一个页面啊 每一个页面的标题描述关键词都要得体 这个就是标题嘛,这个标题指的是这里 对不对,save marriage 我们就说用这个,用这个战来做一个例子啊 我们所要讲的都要以这个战作为一个例子啊 这个是标题,标题对不对 然后它有,它有描述 标题和描述和关键词都会出现在搜索引擎 结果页面当中啊 这个的话就是,就是这个头部信息嘛 men tag在这里啊 在哪呢,对 哎,头部信息应该在这里的啊 好,这个是标题 然后在这里啊,在这里啊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重要的啊 这些东西都比较重要 你看这关键词我只设置了一个啊 还就是说创造更多的内链 内部内部页面这个链接 相互链接的这样一个机会啊 比如说相关文章啊啊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啊 还是什么什么啊 就是创多创造一些内链的机会 然后关键词要要用一些插件啊 链接到对应出现的页面啊 一个关键词它对应的是哪些页面啊 这个就最最典型的就是说那个 那个一个网站的主关键词了啊 只要有出现这个关键词 就会连接到网站的一个主页 这个上面 好,这个是我们要提到的啊 提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啊,主要是主要是这个文章的一些外 文章的这个文章的这个外包 我们已经不再说了啊 比如说去哪里外包 然后整个外包的这个流程啊 这之前实际上我们都已经都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里已经不再重复了啊 刚才我们讲到是一些页面优化 一个站内优化的一些东西啊 你一些页面的一些链接结构的一个东西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实例啊 呃,之前的话 之前的话这个网站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放 现在的话为了为了做这个 就是说给大家演示这个 Adsense这个网站 这样的网站你做出来 做出来要是什么样 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 现在你看到这个网站就是应该 就应该是你那个做出来的样子啊 你可以稍作改变 但是大部分都都要是一样的 你得你得你得用 比如说你用这个wordpress来来建一个 来建一个把这个网站架起来 对不对 你然后做一个做一个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个模板 对不对 这个模板是不是跟这个主题相关 实际上跟这个主题相关 实际上也就是这种 这个这张图片了啊 跟这个跟这个主题是相关的 其他的这些外观啊这些控制的话 我们都用artistia这个软件去做了啊 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自己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当时的话 没有没有没有动他 没有动他之前呢 这个这个一就是说页面上哈 啊 走页走页他只有两篇文章 而且两篇文章都是全文展示的 对不对 都是全文展示的 而现在呢 我已经把它设置成了五篇文章 然后他还不是全文展示 还是就是说一个摘要 一种摘要的一个展示 展示形式 对不对 啊 不是他不是已经不是一个全文展示了 这些做一些改变 然后当时的话 他就是这这这个 这个这个是有的啊 这两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小东西是没有的 我把它添加了添加了进来啊 好 就首页上来说 就首页上来说啊 之前的话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改变 但是那那里面哈 里面做了一些非常多的改变 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多的改变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是作为一个目标的网站样子 呈现给大家 然后他这个东西是怎么架构起来 我们当我们就说一一把它分析下来 对不对 好 就是说你首先用wordpress来做啊 这个东西我们已经不在演示了 然后做模板我们已经不在演示了 做模板你给它装起来 对吧 上面这些页面呢 上面这些页面就是需要的啊 这些页面都是需要的 你比如说这个隐私条款 还有什么呃补偿鞋补偿条款啊 什么使用条款 这些都可以的 这些你可以放这里 这页面可以放在这个顶部 也可以不要啊 页面你可以放在这下面都可以的啊 这些是小的东西 我们就已经不再说了啊 然后你的关键词 你的关键词就是你网站的标题 对不对 就是你网站的标题 啊 你把它出现在这里 然后下面是一段描述 关于你这个网站一个描述 对吧 然后你首页 首页一定要出现关键词啊 save marriage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可以 这个你自己看啊 比如说像这样 我就随便写了写了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 前面是五篇文章啊 五篇文章的话 需要进行设置 设置的话 设置的话就在这里啊 我们就一一看 这个东西怎么 怎么去做出来的 对吧 啊 title对不对 网站标题 title就在这里了 然后这个描述 对吧 tagline就会放在这里了 啊 然后其他这个 网站的一些 就UIL嘛 标准UIL 我们还是加http 加3w的啊 对 其他的就不用 不用再去管它了 Writing 我们看一下Writing 啊 Writing的话 这里其他东西 这个不要去管它 就是这个Ping啊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很多 这Ping service 把这个里面 这个页面打开 里面有的复制过来 更新一下就好了 Reading Reading的话 这个 他默认应该是十篇的文章啊 你这里 这里你可以看 假设说你网站 只有十篇的文章 我就说你设设成五篇好了啊 首页展示五篇 五篇文章 就像我 就像我设设的一样 展示成一个五篇 其他东西不要去管它 Discussion 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评论的功能了 评论功能 我这里是 这里是基本上是没有开的啊 基本上是没有开的 我是不允许评论的 评论里面有 有评论框 但是里面就说 因为评论 评论以后要我审核的嘛 审核才会通过 因为就是说 垃圾评论太多了 你看你看我这个里面的评论 这里还有一千多条 这个评论 我没有通过的 都是垃圾评论居多啊 垃圾评论居多 你要去看啊 这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呃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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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让它 我就不让它通过了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啊 然后这个discussion已经好 media不要管它privacy 对 啊 已经说过了哈 就是那个clickbank里面 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允许搜索已经收录 这里 这里 这里是默认是这个的哈 你如果下 你如果选择下面这个 一定要把它切回来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永久链接 对不对 永久链接的话 就是点这个post name 跟那个clickbank是一样的 post name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看到哈 然后我们看到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他他默认的wordpress 他默认的就是把文章 一篇文章完完整整的给展示下来 啊 现在我们你看它是只显示一个摘要 对不对 啊 这里有一个链接就点 链接点击 那个阅读全文 对不对 阅读全文 所以这个的话 这个功能是 现在是一定要有的 现在是一定要有的啊 为什么呢 啊 像现在这种样子啊 啊 现在比如说我的设置是首页 我我你看一整个首页 它里面没有出现广告 没有出现edison的广告 对不对 那一页里面就会有了 这个首页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既然不在首页展示 我们点进去就里面就会有广告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哈 广告 这是不是广告 广告一共有三个位置 我设置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三个位置 这个在他的这个第一段的右边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整个中间 然后在整个文章结尾 就说 就是说广告一共在一个一个一个文章里面 一共有三篇的广告 一共有三个广告 对不对 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而且广告就是我们一整个网站一个中心 对吧 我们做这个网站 就是为了就是为了把这个广告放上去 然后人家过来访问 人家点了 点了 我们就有就有钱拿了 就有佣金拿了 对不对 每个点击都有 都有钱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是这个新的一个一个结构是这样的 这个这个是文章的标题 然后这个是文章的正文 对不对 整个文章正文当中 我们有三个广告位 第一个广告位放在这个文章刚开始的一个右边 然后第二第二个是放在那个正文当中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横端过来 然后第三个整个正文结尾以后 一共有三个广告位 但是在首页 这个但是在首页是不展示的 对不对 如果我们这里首页 就是把这个文章完完全全给展示出来了 人家就不会再点进去了 不会再点进去的话 这个就不会就看不到 看不到里面的广告 那我们就不就不就白费了 是不是 所以这里的话首页一定要设成那个摘要 摘要这样一种形式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直接在首页展示一种广告 展示展示我们刚才展示那个三个广告 这个不是不是不可以达到 技术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谷歌 谷歌的这个Adsense 它有个规定 就是说同一个页面 它只能展示三个三个这样的内容广告 对不对 假设说我们第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我们把它放在首页 首页直接展示掉了 它这样一篇文章里面就已经展示了三个 对不对 展示了三个广告位 然后下面这些文章就全部 你全是全部展示不了广告了 但是这些文章就已经全文 就已经全文放在这个首页上了 对吧 人家就不用再点进去了 不用不用看广告 也能够看到你整个文 整个文章的内容了 是不是啊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们我们这里把它设成 首页只展示再要点进去以后 再再展示广告 而且首页首页上没有广告的话 给人家的感觉也好啊 不是说专门为广告而生的啊 把整个把广告挂了所有的页面都是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就有点有点 就是说有点叫什么 就是说外面外面看起来很好看 但是点进去的话啊 就广告是你的 你广告就得看死了 对不对 就是说外面会变得好看一点啊 人家人家看过来会舒服一点 第一眼这感觉会好一点啊 然后啊 他这个wordpress 他默认程序 默认的他都是展示全文的 我们要用一个插件 来实现这样的功能啊 这个插件就是说 我们他的名字叫这个 好 我们先点到一个插件 plugin 对 我们看一下 对 好 这个插件的名字叫什么 autoexcept everywhere 这个是这个插件的名称 对不对 autoexcept everywhere 这个啊 我们需要 你你把这个东西记下去 然后需要啊 去这个查找里面啊 这个插件 对不对 然后点add new 呃 add new 对 对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点add new 然后 然后再搜索啊 搜索一下 然后他把它把它搜索出来 基本上都会是第一个啊 把它装起来就好了 因为这里已经装了啊 他就install的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install now 对 把它装起来 装起来 然后一下有个激活 激活以后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像这里的话 就可以进行这种设置了 你就你这里设置非常简单 就是说 你看这个摘要 摘要的长度 你是多少 我说我这是设置了600个 600个字母 600个字母 这你看这里有600个字母 就是说他的摘要 这个这个长度是指字母的意思啊 你这里 你500词哈 500词 我就我就看了一下 和比较合适的话 我就设置成一个600 你说500啊700啊 那随你变 那都可以的啊 你由你来自己来管 自己来设置啊 我这里是设置成600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链接嘛 链接这个文字嘛 叫什么readful article 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的啊 你可以改成 改成其他什么都行 就随便你改 这个的话 直接改成一个num就好了啊 就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插件啊 你把它 你把它找到装起来啊 进行一种设置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文章给截断掉了 截断 截断成一个两段啊 第一段是一个摘要 第二段是全文啊 点这个阅读全文 然后就会就会点进去了 对不对 就会点进去 然后你看 这个广告就会放在很 很显眼的位置 对不对 很显眼的一个位置 关于这个广告 在放在哪里 以及怎么放在广告代码来取得 我们稍后会讲 先不要急 我们先要看呢 就是说整个 这个架构是怎么样的啊 这个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等一下当然会去讲它的啊 你看这个就是文章的标题 然后你然后这个广告是这么放 当然你广告可以放这边啊 你广告也可以放这边 都可以的啊 这个这个非常简单 技术上非常简单 我们稍后再说 啊 你看这点进来点进来 整个整个架构是这样的啊 你看包括他这个网站 这个广告展示的跟你这个是不是相关的 就是非常相关 就是跟你绝对匹配的 是不是绝对匹配的 对不对 就是一个绝对匹配的这些 这样一些广告 你看不错吧 啊 他偶尔 他偶尔会展示一些不相关的广告 但是那个情况是比较少的 比如说那个什么虚拟主机 seo广告 上广告有时候也会有的啊 但是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关 非常相关的一些广告 你看你 你说你作为一个访客 我们在搜索某种词的时候 来到我们的网站 对不对 然后他看到这样一篇 文章 我觉得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他会去点这些广告 对不对 就是跟这个密切相关 而且他是认真的认真的认真的看 你看这个广告还是非常的显眼的啊 展示在这里还是非常显眼的啊 好 看看看到这里 对不对 很有可能 真的很有可能 特别是文章看完了 文章看完了怎么办 人家都有一个心理吗 认真认真 把一篇文章看完以后 都会想加续要看什么 你看特别是特别是这个位置 他特别容易得到一个点击 对吧 所以这就是广告放置的一个位置 这个也是非常有讲究 对于你广告的点击率啊 啊 你赚能够赚多少钱 这个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个东西 对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阶段 对不对 是一个阶段的问题 这个把首页啊 首页用一个摘页的一个形式展示出来 点进去以后才会有广告 对吧 实际上我们刚才是说了 说这个东西是怎么一个 怎么一个实现方式 像现在这种文章这种东西 我们已经不说了 对不对 你你把文章文章外包出去 外包这个就是写手的事情 人家都会写好的啊 你把那个关键词给他就可以了 关键词关键词怎么拿到呢 对吧 我们实现前面那个章节已经讲到过了 你把这些关键词拿到 然后你你去外包网站 对吧 外包网站 我已经告诉两个 两个已经告诉给大家了 外包网站 然后创 就让外包这个写手去写就可以了 写完了以后 你你去看一下这个质量怎么样 可以的话就把它拿过来 不可以的话就让它重写对不对 好 好的话 你看难道 然后就把它就发布到这个博客上就好了吗 对不对 难道你就发博客 这个发布文不会发 那不会吧 对不对 这个就不再说了啊 然后就是一个阶段的问题了 非常简单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说 看哪里还没有说到 这个啊 这个已经说过了 这些就是一个页面嘛 对不对 你可以放这里 也可以放在下面 这两个部分已经说过了 这个就是你去找做某版的时候 做做某版的时候 找一张相关的图片就可以了 阶段都已经说好了 然后首页展示五篇文章 对不对 好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这边就是编栏嘛 编栏你看着办 你需要什么东西 看着办啊 啊 我这里的话 我这里就就把它弄成这样 非常简单 有些人他喜欢在编栏这里啊 放广告 有些人很喜欢在编栏这里放广告 比如说放在这个这个上面 放最上面还是放在中间 都都有的啊 啊 我我个人嘛 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样放啊 我我就是喜欢放在文章当中 文章当中 因为我觉得这个文章是 那个 你就是说你一个访问的 一个绝对的焦点啊 他的注意全部在这里了 你看我们点点过来看 很少很少能够看到这里了 我们就就看这里的啊 所以就放在这个文章当中 因为他整个 整一个页面只能放三组的广告 对不对 这个就三组就已经放好了 你这里这里再放 已经不能再放了 当然你可以放那个 呃 这比如说这个是内容广告 这里就是这个单元嘛 广告单元 广告单元可以放 但是广告单元就是单价又低 呃 点击率实际上也不是太高了 所以我这里直接就把它取消掉了啊 就没有必要 我我我理想的方式啊 他种放置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 我的一个广告的一个放置方式啊 也可以说你自己做一个实验嘛 你自己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对吧 你比如说把这段 把这个把这一块 最底下这一块啊 最底下这一块 放到最上面来啊 那放到这里来的话 就是那个这个整体文章 就整体就下一调了啊 就不会呈现一种并列 现在是并列 并排的一种样子啊 就不会是 不会是这样一种样子了 对不对 好 是这样一种 就是说首页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就是就是这样一种样子啊 实现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点进去文章页面嘛 文章页面就是啊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页面 对不对 一个一个一个正常的文章 如果没有这个广告一个插入的话 就是一篇正常的文章 从头到尾搞下来 对 然后的话 我们就把这 这一个页面 它里面一些内容给讲掉 比如说这个more articles 对不对 我们刚才就有讲到啊 创造更多的链接的一个啊 入口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 最近文章也是一个链接的入口 然后这里的话 也是也是也是一个文章的入口 像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对 这也是也是需要一个插件 我们换到插件 啊 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叫 wordpress related post wordpress related post啊 这个的话你你去你去装嘛 你你把这个复制过来啊 你这里面的复制 你就你把名字记下来嘛 然后在插件点add new 对吧 把这个名字打进去 就可以安装了 装好了 把它激活激活了以后 进行一种设置啊 设置会在这里设置啊 在设置里面 在related post这里啊 呃 这里的话没有 也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设置了 你你看着办 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数量是多少啊 这里我这里数量是五篇嘛 你你写成一个五篇 然后这里的话文字 你想你想说什么 叫比如说怎么去介绍 有名 author like 或者说more articles 对不对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more articles 对不对啊 就是多创建一些 呃这个文字的一些入口啊 啊给给其他的一些因缘就好了 然后包括这两个的话 就是一个边栏 对不对 你把这个边栏移来移去就好了啊 这样你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移到这个边栏就好了 实际上我们重点 我们的重点还是说这里 这三个广告 这三个广告你是怎么弄的 呃怎么插进去的 它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规律 对不对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啊 首先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得去那个 首先对 你你你现在的话就已经有了一个 Edison的一个账号 对不对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得到一个申请的吧 申请啊 申请过个几天 基本上啊 我们先这样说吧 我们说 之前哈 在这个之前的话 你这个网站应该先架起来 在申请之前 你这个网站应该先架起来 把这些啊 这些东西都给他准备好 这些内容都已经发上去了 这个广告你是没有的 因为你这个账号还是没有的 对不对 你先把这个整个网站架起来 十篇文章哈 这里最少十篇文章 十篇原创的高质量的外包 外包的文章 最少五百次的 把它发到这个 已经发到这个博客上了啊 就可以了 没问题 然后你拿这个网站 啊 然后 然后你去这里申请啊 申请的话 用自己的 用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邮箱 对不对 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后缀的邮箱 看一下我这个 你看这个邮箱 这个邮箱后缀是我自己的啊 然后这个 用这个随便 随便你前面随便搞 对不对 用在邮箱去申请 有内容了 有网站了 然后你有邮箱了 然后去申请的话 基本上几天就能够下来 号下来了 他会发邮件通知你的啊 那你就可以登录 登录以后 你就可以创建自己的广告 你就可以创建自己的广告 大家看到了 我这里实际上已经创建了三个广告 三个 他这个三个广告就分别是这个对应的这三个广告 对不对 就分别是对应的这个三个广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336 336 280 336 280 实际上是这里 是这里 是底部的这个广告 他这个336 280指的是指的是这个广告的一个尺寸 他所占的一个像素的尺寸 336是横 对不对 280是素 就是336乘280 这样一个广告的一个位置 是这样 是这样的 然后非常的简单 这里就是468乘以60 这里就可能200乘200这样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尺寸的问题 是你自己定义的 你自己定义的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给大家看 你账号批下来 然后你登录 你登录好了 然后你点这里我的广告 对不对 然后你一个新建 新建一个广告单元 我们看到 我们等他 等他好了 新建一个广告 新建一个广告 然后这里的话 名字的话 就是就是跟我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一样 是吧 所以你随便起 对不对 随便起 比如说myadd myadd 然后这里的话 你你 我的我的那个 我的习惯是把它的尺寸打 打进去 280 336 280 对 我把它尺寸打进去 我就知道 是哪一个 这个你比如说你可以是一个网站名 对吧 网站名 我们每一个网站不是有三个广告位吗 对不对 所以这前面是一个域名或者网站名都可以 然后这个尺寸 对吧 这个尺寸把它打进去 然后的话 这里就可以选了 这里就可以又会选一个尺寸了 对不对 尺寸的一个样子了 尺寸的一个样子 就是说这个是最大的一块了 就是那个矩形块 最大的一块 336 280 中矩形 中矩形 对不对 还有这下面的一些 我们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336 280 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尺寸是这样的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一个东西 对吧 好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468乘以60 468乘以60就是这样一个横条的横条的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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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 是这样一个广告 大家 大家 我就说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 我推荐你 你这样广告布局的话 你跟我一样 其实挺好的 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广告一种排版 它的点距离 我还是满意的 我也我有测试过了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你不需要测试的话 你就按照我这样一个一种样子去排就好了 挺好的 挺好的一种一种一种方式 最底部是336 280 然后中间这个46860 上面是那个200乘200好像 200乘200还是250乘250 我是忘了 我忘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一种样子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一种样子 对吧 显示三 显示三个广告 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 它有时候显示一个广告 有时候把它切成两半 显示两个广告 这里的话显示一个四个广告 一组 一组就四个广告 都可以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 然后你 一个名称 对不对 然后你选择一个大小 然后你选择一个广告 广告的一个表现形式 它是几乎 就文字广告 它还是说你选择一个文字 文字广告 还有图片广告 还有一些比如说 比如说flash的 还有一些视频的一些广告 那都有的 还是就说你光光文字 还是有图片 还是有视频的 这个随便你选 对吧 还是 还是你只选择图片和视频的 你文字是不要的 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 就是文字的 文字的广告的点击率是最高的 文字 所以我创建的三个全部都是文字的 但是也不一定 你可以自己进行测试 对吧 你可以选择有图片的 有图片的 还有视频的 比如说你要测试的话 你这三个里面 一个全部都是文字的 一个有图片 有文字 有视频 一个还有一个 就是光光是视频的 你可以进行一种测试 对不对 都没有关系 然后他他这个 你看这三个广告之间 他都是不一样 这一点也很重要 他说他的他的文字广告 虽然这些都是文字广告 但是但是他这些广告的 一个文本 以及你这些广告组 都是不一样的 这点也是比较重要的 你看 都是跟这个拯救婚姻 这个主题相关的 所以这个点击率 各个方面都是不错的 然后下面这个 自定义渠道的话 这个就有点 怎么说呢 这个的话就是新手的话 你不是太必要 你如果是老手的话 你自己就看嘛 到时候你这个 整个熟悉的话 自定义渠道就是 对一些你整个一种 表现啊 追踪啊 你自己一些归类整理啊 会提供一种方便啊 现在的话 我们暂时先掠过啊 然后这个广告样式 是一个可以给你预览了啊 预览了 你就说你看 你看要要变成怎么样的啊 这个我选择就是一个默认的 就是说他链接 他链接文字是蓝色的 然后描述文 描述文本 他是那个那个黑色的 然后他这个 他这个网址出处 他是他 他是绿色一种 一种最最经典的一种方式 你也可以改变 对不对 你可以改变 你可以改变 然后你各个你各个各个那个 你各个各个这个元素 像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定制的啊 比如说你 使用一个 使用一个定制的 然后他这种代码 代码就是他代表这种颜色 你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说 根据你网站一个配色的需求 把它定制一下 对吧 定制的话就是用一些 那个取色软件啊 对吧 Color Picker 比如说Color Picker 这样一种软件 叫什么叫Color Picker 对 Color Picker 这样一种软件的话 就可以就可以对这个啊 你就可以抽取网 网 网页上面的任何的一种颜色 然后把这个代码啊 把代码会告诉你啊 你就说 他这个制定义广告一种样式的话 就是无非是想要跟你 这个网站的融合的更好一点 对不对 融合的更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 嗯 还可以啊 我觉得他让他让让这个广告 比如说像我这种 网站的一种配色 对不对 偏暗的 就是文字的各个方面偏暗的 我让他亮一点 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我就我就用默认的啊 如果你刚刚开始做的话 你就你就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默认的这种配色就可以了 啊 你也不用担心 担心人家知道这个是广告 广告广告又怎么样 对不对 广告又什么样 我能够可以提供你关心的一种内容 你自然会点过来 对吧 人家去在意这种东西 表现其实说广告太突出了啊 人家知道这个广告 不会点那种 那种网站 它是什么样的网站 它通常就是说 这个广告和内容是不相关 风马尼不相及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那个 说拯救婚姻的这样一个网站 你你搞一本电子书下载 对不对 搞一本外汇电子书下载 那么搞在这里的话 那人家点这个点击率 人家对这个兴趣 本来又没什么兴趣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的点击率就就就低了 好像是说 你一定要把你的广告和你的网站 整个色彩配色融合在一起 会更好 对吧 这个看人家怎么看 你自己 你自己还有 你就说你自己 自己的操作了 你你觉得 你觉得那样好 那你就做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保存保持这种默认的配色挺好的 没问题 OK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自身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网站一个色彩 它本身也是偏白偏偏蓝的这样一种 对吧 一种配色 一种搭配的话 跟这个网站 跟这个广告 它是融合程度还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 对不对 OK的 没问题 行 我就我们就 我们就保持这样的默认的配色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你整个整个都完了 然后你这个 然后你点保存并获取代码 这里不好 这里可能卡住了 这里可能这里 这里可能卡住了 我们就不管它 就说你保存以后 保存以后你就会得到 得到像这样一个广告的一个描述了 然后你点获取代码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有点慢 我们不管它 我们不管它 我们先去讲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东西 就说 你在你在这个谷歌 这个AdWords 这个后台 你把你把这个广告给创建好了 对不对 现在已经创建好了 你会得到一段代码 你会得到 你会得到一段代码 代码的话 就是跟那个 就是谷歌 谷歌生成了一段 一段 一段代码 我们可以不用看懂了 它里面会有一些广告的 比如广告尺寸来源 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发布商的ID 对吧 你看这个就是发布商的ID 就是统计 统计你 那个叫什么 你广告费用的 你要赚钱 你要赚了多少钱 人家是统计用的 这个对他有用 他在统计的时候用 你在你这个代码当中 也会包含这样一段的东西 对 对 你会得到这样一段代码 这里假设我们已经得到了 然后我们是如何在这个博客文章里面 开辟出三个广告位出来 对不对 这广告位你是怎么开辟出来 这个技术上是怎么实现的 对不对 现在是查询这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一个plugin 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的名字叫 quick add quick add 大家把它记下来 然后对不对 然后点这个add new 然后把这个名字输进去 对吧 查找一下 查找一下 把这个插件给装起来 装起来并激活就可以了 激活以后 然后我们就会 然后在这个setting里面 就可以对这个进行一种设置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这个设置 我就说一一给他讲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 这个就是说 你一个页面 你要放多少个广告 多少数量的广告位 多少个广告 这里就可以给你选 对不对 万一比如说 我们这里选三个 万一你想在这个页面上 放四个广告 就是说 他最多只会给你展示一个三个 第四个广告 他就隐藏起来 你就你就不会得到了 是这样一个状况 还有就是说 我们之前已经有说过 就是Edison 他允许一个页面 只允许你存放三个 一个内容广告 不允许你超过三个 你超过三个的话 他可能会 你就说 你可能就作弊了 或者怎么样 你这个账号就有点危险了 你一定要遵循 他谷歌的Edison的一个规章 这里 这里默认是三个 你保持三个就好了 然后这里不是说 我们不是有三个广告位吗 对不对 这里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在管的 这三个勾 把它勾起来 然后广告位一 广告位二 广告位三 对不对 把这个三个勾起来 好 这个一二三 你看就是对应 对应下面的 你看这个广告代码是粘在这里的 这广告代码是粘贴在这里的 所以你这里选择的 把这个勾起来的 这个广告位一定好 下面这个代码是相对应的 对不对 好 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位置 比如说 beginning of the post beginning of the post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beginning of the post 对不对 这个是对应的广告位一 middle of the post 对不对 我们这个对应的广告位二 是在这个博文中间 对不对 end of the post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博文的一个最末尾结束以后 对吧 这个就是说 一二三 这个广告位对应好了 对吧 这里就把它勾选起来 当然你还可以 这里还你还可以自己 比如说你自己是自定义嘛 对不对 比如说在第几段之后啊 在在第几个什么什么之后 你看这里下面还是比较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里的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 只在博文中间还有页面啊 只有博文和页面才会出现广告 对不对 你把这个勾起勾勾起来的 你看这个在主页你是不显示广告的 所以你这个勾是没有的 你把这个勾勾起来的话 就是说在主页你也是会显示广告的 对不对 但是就我的时间来说 我主页我是不喜欢显示广告的 我喜欢在那页里面显示广告 对不对 如果你要想要设置成我这样 你这个就他默认是不勾的啊 你这里要在主页显示你就勾 对不对 不显示你就不要勾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说 在这些页面嘛 你要显示你就勾 不显示你就不要勾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下面只要保持一个默认 然后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你你你从这里嘛 你从这里会 你看这里已经获得一种代码了 对不对 不是有三个广告位吗 不是有三个广告位置吗 对不对 你你就是说每一个广告位置 它会有对应一段的代码 你把这个代码给它粘贴过来啊 给它找到对应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s1是指这个s 对不对 这个这个ad对不对 这个ad的话就是一个 呃 这个这个隐藏起来啊 这个ad实际上对应的是一个250乘250 这个我知道 这是250乘250的这个这个广告 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获取代码啊 把这个代码复制过来 啊就是第一个广告我们粘贴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就是第二第二段啊 第二个第二个是中间的这段 这段是这个代码 你点获取 对不对 然后第三段是这个代码 一点会获取 然后分别把它粘贴到不同的位置啊 它已经把位置定好给你的 你把这个粘进去 然后这里的话 你可以选哈 比如说你个排列 现在你这个广告是不是在这个右边呢 对不对 你这个 你这个是选择alignment 是选择一个右边 对不对 你如果选择一个左边 对吧 你如果选择一个左边 然后这个广告就会展示在这个左边了 就会展示在这里 然后这一段的文章呢 就会放在这个右边 就会放在这里的啊 如果你选择一个中间 如果你选择一个中间 对不对 那那 那这个就会放在这个中间了啊 中间的话就会比较怪 通常来说都是左边和右边的啊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啊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一段啊 就是说位置 你这都是可以选的啊 位置你都是可以选 你自己自己进行一种选择就可以了啊 就非常的简单 好 好 那就说这个包括你看这个广告的广告的取得广告代码的一个取得 然后你这个广告位的一个制作啊 把它还要把这个广告捏捏上去啊 就是说就是这么操作出来 就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一个简单 然后啊 就说这这整个页面实际上也就讲完了啊 就是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一整个网站的架构啊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把文章外包出去 然后你把广告广告未弄出来 对不对 把广告代码给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啊 好 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广告的广告广告的一个尺寸啊 对不对 一种一种编排方式啊 在你网站上出现的一种位置啊 啊 这些都都会影响到你一个一个点几率 对不对 就是影响到你你赚钱的赚钱的一个多少 对吧 这个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你可以模仿我 你可以模仿我这么摆 这么摆的话 他我这么摆是有依据的啊 就是这么摆的位置 我这个赚钱还是比较比较可以 比较多的同等情况下 但是你也 你如果不信这个鞋 你可以自己去测试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不要放这里啊 对不对 这里 比如说你把这个广告放在这里啊 都都可以随便你 你可以随便进行一种测试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一个新手 你你可以模仿我这么搞 你看这个 这个他这个 这个这个主题的话 就跟我们那个 偏了哈 这个就偏了啊 就偶尔 偶尔能够出现这个个把的 那个跟这个主题相 不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但是会比较少啊 其他你看 其他的东西都是好的 都是跟我们这个主题相关的 然后你基本上刷新一下 然后这个就没有掉了 这个他很大 很大情况下 他就没有掉了 现在他才在 没有关系 我们不理他啊 就是说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啊 大家不要去理会他就可以了 所以 一整个网站的一个结构 就为大家分析到这里啊 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网站上有的 你基本上也会有了 就是这么简单 整个就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好 这节咱们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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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